欢迎收看最有感觉我是可敬 刚才在我身后呢就是在那边 我们就租了车 然后我租了这是3D车 30块钱一次性 押金是要给100的 现在我们就出发去十里画廊啦 哇我们已经到了 在这里呢我们已经看到到 十里画廊的台匾了 发现这四周的环境啊 都是他们这里喀斯特地貌的山 现在我们就去看一下 这一路上啊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的人特别多 应该也就是为了这个 十里画廊这边来的吧 然后我们走在这条公路上面 左边右边都是风景 真的是很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宫 这条道路上非常安静 一路上的风景特别的清新 特别适合游客来这里骑行 我们刚才从这个十里画廊这里一路走过来 发现有大大小小的景点 像那个图腾古道 然后现在我们到的这里是九里花海 这些小小的景点呢它都是要收门票的 它是要十块钱的门票就可以进去看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自行地去参观 我们走着走着又到了一个景点 这一个是这个金包山攀岩 然后问一下价格是一百块钱一次 现在我们也看到上面也有一个攀岩的人 我还是真的挺想玩的 没有攀过岩可能对我来说会有点困难 只能够在这下面眼巴巴的看一下 在十里画廊这里呢 我们也看到了这一个天籁蝴蝶犬 看得到那个蝴蝶超级大 门票呢是每个人五十五块 不过听说里面好像没什么好玩 这个呢我们就不进去了 我们会继续往前走 我们现在继续骑在十里画廊这条路上 我们现在就去玉龙河上的功龙桥 据说那里的风景很美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玉龙河上的功龙桥 哇这有竹筏耶真正的竹筏 我们去对面那边看一下 这是玉龙河水上好清澈 看那是毕波荡漾的 在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骆驼山 他们一说骆驼呢 我真的觉得特别的像骆驼 谈到后面两个驼峰 后面那个座位 前面那个骆驼头 如果不说的话还不像 一说真的感觉是有点像 反正这里有超级多的游客来这里拍照 转过来我们还看 那里真的有那个滑翔伞的那个项目 好自家好想去挑战 好想去玩 但是资金有限 还有挺多当地的 当地的人就是来向我们推销一些产品 像滑环啊 而且去一些景点的门票啊 这些现象不是特别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黄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